我们再看下一个 下一个问题来自一帆赵 赵一帆的问题 大叔您觉得98年左右的二手 Jeep XJ 能买吗 喜欢Jeep很久了 留学生预算有限 想几千万买第一台学习越野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问题和想法 那他说的是98年是吧 唐大叔呢 其实在这个问题后面呢 我是给你 已经做了一些功课 给你留了很多链接 对吧 唐大叔当时这么说的 唐大叔呢 最喜欢的就是Jeep 其实是Cherokee XJ 最经典的一台 很多人都说这个台车的设计和样子呢 是个最经典的SUV 其实说老实话 SUV也是Jeep发明的了 顺带一提吧 但是唐大叔呢 店里附近 唐大叔附近呢 这里有很多修车厂啊 还有一些玩车的人呢 改装什么 经常都能看到他们自己的XJ的Cherokee 唐大叔每次看到都流口水的其实 对吧 我看到很多 但是自己真的没玩过 我也在等 也在找 那有几个原则可以给这个大家在考虑这种二手的老机谱 TJ也好啊 对吧 那Cherokee的XJ也好啊 甚至YJ也好啊 那有几个原则 那这里呢 第一 这个车况要好 对吧 从外观上面 损伤啊 其实你发现很多刮痕呢 或者很多石头砸过的感觉 你就可以大概确定这车以前越野的比较厉害了 那就要注意一点了 车况要好 是讲这个 那这个公里数呢 不一定很重要 但是呢 你一定要去找 因为所有大家比较公认的吧 除了现在Panastar 另外一个最好的就是一个Inline 6 很多V6呢 就是它的那些 那些引擎都是是V型排过去的 Inline 6是一条的 就是直线的那个V6引擎 4.0的 你要找那个 那个是Legendary 那个是非常好的一个引擎 然后呢 你要最好 在国外的话都会有报告的 像这个同学应该住在美国的嘛 然后看好报告 然后还是那句老话 找师傅 有朋友也行 或者相熟的车行也行 或者怎么样 去检查一下 一般车行呢 他们有一些会愿意让你做的 如果说他的 自己的车行的报告 你还觉得不太相信呢 你可以找 因为每个地方本地都会有这种改车行啊 对吧 改吉普的我说的 专门的这个群体啊 还有车行啊 这种东西 你可以把它带过去 让他们看一眼 不要指望100%全新或者怎么样 但是他们能看出来这个车的大概的感觉 然后再来就是自己开了 有些车行会让你开得久一点 对吧 你交押金 他会让你把车拿回家去开两个小时 或者甚至有的可以让你开一晚上 那你可以相对的 对吧 走一走上坡啊 下坡啊 高速啊 各种你能听得出来换挡的感觉啊 引擎的声音啊 各方面运作的感觉啊 对吧 所以这样子啊 你就能找出一些感觉 所以通过这几种方法 另外呢 唐大叔呢 在这下面给了很多链接 到时候我也会看看放在什么地方吧 大家可以照着上面来 我都帮他找出来了 因为他提的是98年的这一款 我帮他找的就是说 历史上最好年份的XJ是哪几个 有好几个文章我都贴在那了 大家可以一起来看看感兴趣的话 非常感谢 这个是个赵美女 啊 另外一个女孩子 赵美女的问题 好 下一个问题 Winson Gong 他的问题是 唐大叔可以介绍一下木马人改装吗 谢谢 这是同样一个问题 大家已经很多在问了 唐大叔自己也在往这个话题 尽量跟大家开始多讲 所以刚刚回答的比较细了 可以参考那个 但是呢 感谢你的问题 下面一个问题呢 来自Commander Eric Commander Eric的问题是呢 唐大叔 我需要您的建议 我不是前一阵子买了 Cherokee Trailhawk吗 然后买之前 我让那人跟我讲 答应条件 把银色的Ring 这个轮毂 喷成黑色的 他也同意了 并且写在纸上 纸上写的有效期30天 然后前一阵子 又是过节又是放假 他就一拖再拖 过了30天 我现在几乎每天 每两天就给我买车的那个人发短信 他也总是敷衍我说 我已经跟Service Guy说了 让他给你打电话 结果每次都这么说 又过了大半个月 还是没有音信 唐大叔 您觉得我是不是 应该跳过买我车的那个人 然后直接和 General Manager谈话 谢谢您了 还有您答应我做一个 一期Jeepe Cherokee Trailhawk的video 怎么还没做到呢 首先 唐大叔生病了 所以这个事情一拖再拖 而且本身有一些日程上的东西要做 所以不好意思拖了你这么久 下次唐大叔赶快会尽快做的 一期款的Jeepe Cherokee Trailhawk 另外这个问题我专门想跟大家聊一聊 对吧 遇到这种纠纷的问题 因为买车的时候很多东西有一些 像唐大叔就比较专业 也比较电大的这种 也有实力的 说什么做什么 也有这个能力去backup我们说的东西 但是有一些不良车行 咱们就统称 或者是不良的销售 因为这里的行业里面特别 我好像这个同学也是在美国的 我不知道 特别在有些市场可能比较大 比较杂的那种情况下 会有一些不良的这种车行 或者销售人员就会乱忽悠 但是不管怎么说 既然这种情况虽然不典型 但是也比较典型 遇到这种纠纷 一般处理方式怎么样 作为一个从业人士 我觉得遇到这种问题 首先先用沟通的方式 既然这小子一直跟你搞来搞去 你就直接给他的GM 或者给 我不知道他是独立的车行 还是一个车行有集团的 直接往高层给他写email 然后在social media 他们一般有google review上面 你可以去写 或者facebook上面去提 当然咱们就以事论事 不需要搞得故意 好像很low一样 因为有些人搞得酷酷闹闹 那种不用这样子 就专业的这种去弄 但是有给他个实现 对吧 不要让他们 就是如果说给他三天时间 我先去这种 跟你去沟通 在你facebook google上面review 跟你说了 对吧 这个事情包括email 给他领导了 那如果还得不到解决的情况下呢 那唐大叔建议你可以通过这种 因为一般都有行业监管的机构 对吧 可以去跟他们去说 那我相信这两个办法 一个是跟公司高层 第二个就是跟行业监管机构去说 应该得到可以得到解决 不管说了几天三十天不三十天 他既然答应你了 这个在这个deal里面的一部分 那就应该做到了 就好像唐大叔有时候送大家很多东西 那对吧 当然不细说了 也不在这故意好像吹牛了 像皮卡上面可以送的东西多了 那不是说几天这个时效就过了 这个收人家这个钱里包了这个就应该做 不然就不要答应对吧 所以如果他们是这样子的话呢 我相信通过唐大叔刚刚建议的两种方式 应该会能得到一个这种满意的解决的一个结果 好的 感谢我们这个Commander Eric的问题 下一个问题是来自Sean Wong 王兄弟的问题是 最终想购入一台2012年四门黑色Rubicon 所以有些问题想请教 有的问题可能很足迹 请您包含 车限在五万东公里 在这个公里数阶段 有没有什么需要更换的昂贵的配件 都说重度第二 重度越野的车不能买 为什么 从什么方面可以鉴别出来 看来这车的维修记录 写到因为打不着火 以处理电子平衡 感线处插头 这个是否严重的问题 木马人有什么容易坏的部件 如果让4S查询 有没有什么需要重点查看的部件 第五 从两区高速到四区高速 再到四区低速 是否在车禁止批档式更换 差速所该什么情况下 开启 辛苦了 那说了很多问题 咱们尽量一个个来回答吧 这个车首先 对吧 说到李树 李树是没什么问题的 那有没有什么重要更换的配件 五万多公里 倒没什么重要更换的配件 但是像唐大叔刚刚提过 卢比肯肯定你要看它是不是越野越野到什么程度 刚刚你提到说连火都打不着 我不管你什么问题 这个是一个蛮严重的问题 打不着火的这种造成的原因有非常多的这种可能性了 但是如果引擎进水了呢 如果是什么问题 你太难去搞清楚了 但是引擎这里是等于车应该是最贵的单一部件了 所以这个东西 棘手 如果是我的话 我不会花时间去再去研究 因为对吧 这些东西你实在拿不准 那因为你毕竟将来出去玩的 你说你车死火在那打不着 这是很讨厌 当然如果你手动挡可能还 可能相对还好一点 但是我真的不太想去搞这种 打不着火车的这种问题 才五万多公里就这样子了 对吧 那第二的话 一般说中度越野的车不要去买 当然了 因为你要知道 特别在北美吧 它都包括其他地区了 玩的比较那个一点 但北美的几率大一点 人家去玩的时候 中度的这个 第一它改装是怎么来改的 对吧 它如果改的本身就不太好 那这个车可能一系列都会有问题 那你是不知道 第二改完之后 它去用这个沙呀 土呀 水呀 这些东西如果进到车里面 你是很麻烦 小则有点噪音 这都好办 重的话你就说不清楚了 因为这是一系列的 对吧 它可能一路的就会到很多地方 你这个修起来 或者去维护起来 就非常麻烦 所以呢 而且你不知道 它是怎么弄 还有另外一个差异 就是像有一些车 还是改装这部分的 你像要加38吋轮胎 40吋轮胎 它其实有点破坏性改装 这个需要很高的 这一个要求的 所以呢 这些综合因素呢 我一般来看 我不会去冒风险 去买一台 首先是火都打不着 另外越野比较厉害的车 我不会去 因为大家知道 50%的木马人 还是没有去越野过的 甚至更多的 或者是很轻的越野 所以你选择还是有的 对吧 你拿着钱吧 还是有选择的 所以不要过于纠结这种 一个完全吃不准的东西了 对吧 那另外呢 这个木马人有什么容易坏的部件 如果让4SGN检查的话 重点看哪些 这都是标准性的 对吧 所有的旧车 在购买过程里面 我们找到一个店 4SGN也好 或者相熟的小店也好 或者是相熟的 吉普改装的 这个 这是我最推荐的 他们懂吉普 他只研究这个车型为主 或者说一两个车 几个车型 他非常熟的 让他们去看最好 那容易坏呢 像越野的过程里面 看你怎么弄 你这下面的一些轴 对吧 就是我们一边讲的 DNA 44 DNA 30 一般木马人标不准 就是前面都是DNA 30 后面DNA 44 那这些东西 其实可以 会开的断的 看你怎么越 然后呢 看你车重 各方面 轮胎大小 你的这个弹簧呢 也有可能会弄坏弄断 所以这些东西呢 都是一些东西 磨损件吧 但是也要注意的 所以呢 可以重点看一看 另外呢 换这些高速换低速呢 是这样子的 两速高速呢 换到四速高速呢 你基本上保持速度在50 其实他们讲是50英里 但我一般建议50公里的速度以下 直接一拉 两区就变四区高速 那你要想 越野的时候呢 四区变成这个低速 四区呢 基本上厂方的这个建议就是5mile 唐大叔一般建议也是五六公里吧 不要太快 十公里以下了 其实这个时速的时候 可以实时换的 好吧 大概是这样子 好 感谢你的问题